今天请到的第一位老师 他是周永珊老师 在这么长久以来 他有他的一套非常非常完整的理念 他把这个健康与饮食 健康跟环境 健康跟做人 竟然都能够联系在一起 而今天呢 他就要用论语为政篇 跟现代企业的管理 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传统的教育文化 跟现代的企业 究竟怎么结合在一起 各位同学大德 各位好朋友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今天的竹江老师 周永珊周老师 真敬的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们 大家早安 很荣幸呢 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跟这么多企业界朋友 还有各界 关怀我们社会 下一代 我们的这个发展的 先进朋友们 来做一起学习 一起汇报 这个传统文化 跟企业管理这个课题 其实刚刚这个主持人 在介绍的时候 这个我们在下面听 莫学觉得很惭愧 因为呢 其实这个 我们从这个 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一直感受到 我们不是在发明 而是在发现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在 接触到这个传统的经典 虽然 我个人是学 这个 精工程的 也就是呢 现在看起来是 高 尖端的这个科技 可是啊 在 我们接触到 传统文化的 之后啊 发现说啊 传统文化里面啊 我们 原来以为传统是旧的东西 可是啊 我们真正体会到 孔老夫子讲的 温故 而之心 就是 旧的东西里面呢 它有新的东西 也就是离开旧的东西啊 不可能有新的东西 也就是没有故啊 没有这些旧的东西啊 就不可能有发明 就不可能有创造 所以传统文化呢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就深刻的感受到呢 它没有现代化的问题 它只有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那么 这个墨学虽然有从事一些 企业的工作 可是呢 这个 经验啊 非常的 非常的少 那么所以呢 今天啊 只是就我们 老祖先的一些教诲啊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交流 那么 在 开始分享之前啊 一定要跟大家呢 把这个 我们这个 整个研讨会的这个机缘啊 也稍微做一个 介绍 这个 陈总裁呢 在六月初的时候啊 曾经邀请这个墨学 还有其他的这个 我们的同仁啊 来参观 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厂会的所在地 那么 在六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来的时候 这里还是一个 这个 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办公室 那么 结果呢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啊 我们走进这个会场啊 完全感受不到啊 这是 曾经是一个办公室 而 反而觉得 它是一间非常 设备很完整的 很完善的一个 教室 那么 就感受到呢 这个 一个企业家 他 只要发一个信念啊 他为这个 社会 做事 要为这个社会的安定啊 尽一份自己的心力的时候啊 我们就发现呢 他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能力啊 就具备了 居然能在短短的 这一个月的时间啊 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 陈总裁啊 也非常的赞叹 就是呢 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啊 而且我们走进来啊 居然没有闻到 这个新装潢的味道 好像一切呢 都 这个 经历很久了啊 那么 这股力量呢 就让我们深信啊 企业啊 能够用他的这一个 这个执行力 用他的这一股 这个动力啊 来 安定我们的社会 来为我们的社会啊 做出这个 这个 极 极为 这个 这个 巨大的贡献 所以的 21世纪啊 企业家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 在这个会议之前呢 我正好参与了 在南京的一个 私自培训 那么这个私自培训呢 也是一个企业家 利用他的这一个厂房啊 他的厂房呢 他把他拿出了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地方 那这个很难相信 就是他的厂房本来很大 那么他拿出三分之二的地方呢 来作为 这一个文化教育中心 也就是他把他的厂房呢 他自己的工厂啊 这个只缩小到了 这个原本的这一个 厂地的这个三分之一的位置 那么其他的所有的地方呢 全部都拿来 这个盖这个文化中心 提供给 这个全国各地啊 各行各业 当然以企业为主啊 还有呢 教师 还有这个 企业家 他们呢 定期啊 就在那里呢 集合 集合起来呢 第一个啊 他们接受 这个 传统文化的一些课程 第二个呢 他们互相的交流 就是啊 把他在各行各业里面呢 这些经验啊 把他汇整起来啊 互相的促进 那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 也就是说呢 当这些企业家 聚起一堂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 他们激荡出来的 这个这个在平常管理上啊 或者是一些生活上啊 的一些火花呢 确实这 很受这个启发 当中也很多的感动 那么参与了这样的一个 培训班啊 昨天刚刚 回来 那么心里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啊 如果我们的台湾 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有这样的土壤啊 能够把企业家呢 聚集起来 大家呢 也能够这个互相的交流 那么这个 必然是一件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结果呢 今天啊 走到这个会场来啊 突然呢 就觉得这个 好像机缘啊 成熟了 你看陈总啊 把这样的一个好的场地啊 我们知道在台北市啊 等于说是寸土 寸金的这样一个场地啊 无私的奉献出来 给我们的这个 社会各界 包括企业家们啊 大家有一个空间啊 可以进行交流 那么 所以呢 这个 今天的这个开场啊 等于说 其实 是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 针对我们 整个台湾社会啊 我们 企业家呢 要 回馈这个社会呢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跟这个榜样 那么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 这个传统文化 跟企业管理 这个题目呢 因为 以前 我们在 这个 大陆呢 推广了一段时间的传统文化 那么 这个 我的课题啊 都一直是 这个课题 就是传统文化 跟企业管理的课题 但是啊 经常被问到一个 一个问题 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很多的这个朋友啊 来参加这个课程 在还没上课之前呢 大家都很疑惑 都纷纷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呢 那传统文化里面有管理吗 就是 大家 这个普遍认为啊 管理呢 应该是西方人的概念 应该是西方的 存在于西方的文化 那传统文化里面有管理吗 那么 不但 这个 您还讲传统文化 跟 管理 而且这个管理 还要用到企业里面 那大家就 觉得有点 这个 有点 陌生啊 那么 我们实在 跟大家来 来说明 其实啊 传统文化里面 不但有管理 而且呢 传统文化里面 有非常完整的 企业管理 那么 让 那我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曾经有一次啊 有一个这个 南京大学的学生 他是这个 念到 大学二年级啊 那么他呢 特别他知道 有我们在这个 安徽 卢江 有一个这个基地 传统文化基地 在那边 在 跟大家研讨这些 这个 传统文化 怎么落实在生活 的一些课题 就这个学生啊 听到了 这个讯息之后啊 他呢 这个很好学 因为他是读管理的 那么 他就 这个 从南京啊 搭车啊 就 往这个 这个安徽啊 因为他要跨省啊 从江苏啊 到安徽 那么到了安徽之后啊 冲到我们的文化中心里面啊 就指明啊 要找那个 讲管理的那个老师 因为他 他没来过啊 那么也 我们也不认识啊 那么 我们就见面了啊 那见面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我 他说 他说 身为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管理系的学生 那么 我很想了解啊 你们 能到底在讲什么内容 因为呢 他说 我们所学的管理啊 通通都是西方的管理 但是呢 没想到啊 你们在这里讲 这个中国文化呢 还跟管理有关系 所以他说 我很好奇 我说 问问看 到底呢 你们在 这个 研究的 这个课题啊 跟我们现在 学的课题 有什么差异 他想要做一个比较 那么 这个学生就 很好学 那么我们就 这个 当然 跟他呢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 就 要 针对他这个问题呢 我们 就开始讨论 但是呢 讨论之前啊 这个 我就给他 请教了一个问题 我说 您 这个 当时啊 在 报考 这个 管理学系的时候 我说 您 这个 总是有一个理想 你为什么要 报考 这个 他说呢 因为啊 现在这个 这个企业 比较 比较 比较热 比较火 大陆说 比较火 那么 这个 如果念这样的科系 出来啊 可能 这个 工作的机会 比较多 那么 也就是说呢 可以 他们 这个 讲说企业高管啊 晋升企业高管的 这个 机会啊 可能比较多 那么 莫学就 进一步就 请教他说 说这个 那 你觉得学管理啊 你要管谁 他就 直接的跟莫学讲 他说呢 管人啊 他说我要管人啊 因为我的目标啊 是企业的高管啊 那么我要当高管呢 那一定要具备一个能力 就是我要一定要能管人 那除了管人啊 他还 他还跟我讲说 他说呢 人还不够 他说现在人很难管 所以呢 不但管人啊 还要管事 如果事管不好呢 那人也管不好 那管事呢 还不够 所以呢 现在要 人事时地物钱 都要管 他就跟莫学这个分析 他说这个 你不晓得 现在啊 连地都要管 因为这个房地产啊 很热火 要管地 人事时地物 也要管 然后呢 最后啊 他说 不管是管人也好 管时 管 这个时间啊 时间也要管 叫时间管理嘛 那人事时地物啊 他这个管的目的啊 最后是为了管什么 管钱 所以叫理财 我们叫理财 他说你不理财呢 财不理你 所以要管钱 然后这个我们听啊 都觉得很有道理啊 这个一套一套的这个学说啊 一套一套的理论啊 讲到最后啊 大概20分钟啊 就是 我们这个电量者啊 大概啊 他什么都管到了 可是就 只有一个人不用管 大家已经知道了 大家都很厉害啊 就一个人不用管 那就是 自己不用管 剩下都 通通都是他管辖的范围啊 那么 莫学就告诉他了 其实啊 中国文化的管理啊 跟我们现在学西方文化的管理 最大的差异点就在这里 就是呢 谈中国文化的管理啊 那我们翻开经典啊 没有一句啊 不是管自己的 那么 他就很纳闷了 用很疑惑的眼光啊 那 我们就继续跟他交流 就说呢 你看啊 管人 管事 管务啊 最后会有什么结果 我说您看看啊 您的这个 他们叫师兄 师兄师姐 我们叫学长学姐们啊 毕业之后啊 他们到了企业里面 当到高管啊 您去看看他的生活啊 他每天管人 管事管务 您看他的生活的 这个质量好不好 我们只要讲品质好不好 他想了一想 确实他觉得不满意啊 不满意啊 为什么呢 因为管这三个啊 人就急躁 就会很烦躁 很烦躁 管人很烦躁 管事管务呢 那更烦 那么管时间啊 我说你如果管时间呢 管时间啊会变得很急躁 那么如果理财呢 管这个财富啊 那会变得很小气 那那那 那我们就就探讨一个问题 说那您看看啊 纵管古今中外啊 有成就的企业家 或者有成就的领导人啊 哪一个人是很急躁的 哪一个人 你看他是很烦闷的 哪一个人 你看他是很小气的 没有 他说没有 那确实呢 那我们就找到答案了 就是啦 当啊我们啊 把我们的这个眼光啊 都是在管人事实地物的时候啊 我们不知不觉啊 就陷到那一个漩涡里面去 但是啊 我们忽略了 其实我们自己啊 需要管理 那么回到这个管理的这个根本啊 那么其他的这个 这个管理就活起来了 否则呢 这个管理啊 就会阻塞不通 他就有阻碍 那所以呢 我们借着跟这一位 这个大学生的交流啊 就很容易的就能够体会到 目前啊 其实大多数的经过 这个管理学院正规啊 培训训练出来的这个学生啊 进到企业里面 大多数啊 我们我们猜想啊 我们猜想法啊 大概都跟这一个大学生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么也就是了 大家学了这么久啊 出去啊 就马上怎么样 那个叫做 跃跃欲试啊 要开始管人了 要开始管这个一切了 那么结果就碰到很多的障碍 而这些障碍啊 那我们仔细观察啊 都不外乎跟啊 他自己啊 设的一个局限有关 也就是啊 这个障碍不在外头啊 这个障碍是他自己啊 认识的过程当中 把自己给绑死了 局限住了 框住了 把自己框住了 所以他的这个思维 没办法打开 那么在我们这个 也就是说在角色扮演上啊 他有了局限 那这话怎么讲呢 我们再讲得更生动一点 那就是呢 对管理啊 他只有片段式的体会 而不是整体式的 不是整体的一个概念 他只体会了管理的片段 而我们讲瞎子模像啊 就是啊 这个瞎子啊 摸这个像啊 一堆瞎子去摸像 他摸到大腿呢 他觉得这个像是圆的 是柱状的 摸到耳朵呢 他觉得这个大象 跟那个本鸡一样 他没有摸到整个大象的群体 整体 他只看到了部分 也就是说啊 我们在这个管理的时候啊 为什么遇到问题呢 就是啊 我们没有看到整体 那么中国文化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的一个文化 就我们学习着中国文化之后啊 我们发现啊 中国文化呢 不但把这个 这个宇宙啊 当成是一体 甚至于啊 在里头的任何的个体啊 它的复杂的程度啊 都跟这个大宇宙啊 是相对应的 就我们的人体啊 它的复杂的程度啊 不亚于这个大宇宙 这是一个小宇宙 那么以这样的思维啊 去面对企业 面对家庭 我们的老祖先啊 他看到的并不是片段的东西 他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比如说面对企业 面对企业的时候呢 他的角色扮演啊 我们现在大概 这个不外乎就是企业 就是董事长 总经理 这个这些叫做领导 我们叫领导 那么在这个古代啊 它的一个概念就叫军 这个军啊 就是领导的意思 他不是说很狭隘的 就是这个帝王啊 不是的 就是任何团队的领导啊 就我们现在讲 这个董事长 那些叫军 或者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啊 他也叫军 他是一个小的这个主管 组长 那也是叫军 这样来体会啊 也就是说 做企业的人啊 很容易把自己局限在 这个角色的扮演上 那么只有这个角色了 他当然 所有的人啊 面对他的 这个叫陈啊 那就是他管理的对象 那他自己就被绑 在这一个角色里面呢 他脱不出来 脱不出来 但是啊 我们中国文化 告诉我们啊 只扮演 这个 这个 单独的这个角色 是有缺陷的 有缺陷的 是不完美的 这是片段的 那什么是整体的呢 他告诉我们啊 每一个人啊 所扮演的角色 都包含三个层次 叫军亲师 这就把我们角色扮演的 这个局限性啊 拓开来了 也就是呢 军亲师啊 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名词 什么叫功能性的名词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 不管在什么岗位啊 都要同时扮演这三种功能 都要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 否则我们的管理啊 就出现了缺陷 譬如说 我们只是扮演军 那么我们的管理就是成 那么 他的一个管理的 这个模式 就变成什么模式 对立 就变成对立 对立的模式 那请问 对立能不能管理 其实啊 我们啊 这个看 研究这个 不管经典也好 我们不管到企业里面的 这个实力也好 我们发现啊 管理的最大的障碍 就来自于对立 也就是呢 君亲师啊 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名词 什么叫功能性的名词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 不管在什么岗位啊 都要同时扮演这三种功能 都要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 否则我们的管理啊 就出现了缺陷 譬如说 我们只是扮演军 那么我们的管理就是成 那么 他的一个管理的 这个模式 就变成什么模式 对立 就变成对立 对立的模式 那请问 对立能不能管理 其实啊 我们啊 这个看 研究这个 不管经典也好 我们不管到企业里面的 这个实力也好 我们发现啊 管理的最大的障碍 就来自于对立 只要有对立 他就没办法管 我们先想想看 对不对 这个因为 我是为人 这个父母啊 我有两个孩子 那么我们在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啊 就体会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这个我们带着情绪 在管理孩子的时候 孩子记住的是我们的什么 情绪 他不是记住 我们给他纠正的这一个 他做错的事情 我们给他纠正 他记住的不是这个 他记住的是情绪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立 我们是用情绪在跟孩子对立 那他就没有办法呢 体会我们的这一个 对他的这个苦心 所以只要有对立啊 他就没办法管理 可是我们纵观啊 现在这个比较 这个普遍的一个管理的说法呢 其实啊 我们很冷静的来思考 最终啊 其实啊 他都会产生对立 这个最近啊 我们在这个 因为常进出大陆 这个因为大陆啊 有一个名词啊 还更容易体会 他们叫叫劲 叫劲啊 就是那个 这个念头当中啊 跟对方啊 有一点什么 比赛 我们叫竞争 有一点这个 你高我低的这种念头 叫叫劲 他说 只要有较劲啊 我们要管理啊 那都 不可能管理 所以管理一定要先拿掉这些念头 拿掉这些东西 他才能真正 气入到管理的核心 那么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谈得最多 谈得最多 而怎么去掉对立呢 如果我们同时扮演父母的角色 同时扮演了老师的角色 这个对立就不见了 他就不见了 那么我们有做过父母的人就很容易体会 容易体会这个层次 譬如说呢 什么层次呢 这个孩子出生啊 我面对一个生命的到来 我都跟很多的家长分享过 你看 这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来到我们身边 那么刚出生的时候 有到过父母的就知道 这个我们替他换尿布 替他喂奶 各位亲爱的朋友 您还记得您喂孩子喂过几次奶吗 有没有人还记得 您还记得您喂孩子换过几次尿布吗 没有人记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会准备一本账簿啊 然后呢 这个某几年几月几日 第一次喂奶 价格多少还要飙上去 然后呢 这个晚上被挖起来 喂奶 这个还要加班费 多少 还要再加上去 大概没有父母会这样做 为什么 你看 从这个角度就看到了 父母跟孩子是什么关系 是一个整体的关系 那譬如说 我们不可以记得孩子啊 这个 这个 我们对孩子付出多少 可是 您记不记得您借给邻居多少钱 我想大概不会忘记啊 那个利息都 都记得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总觉得邻居跟我是什么 是两回事 孩子跟我是 一回事 那么这个 从父子的身上就体会到什么 体会到一体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这个 左手帮助右手 很自然 我们左手养了 右手帮他抓养 会不会说 对不起啊 五百块 不然免谈啊 五百块给我 再给你抓 不然你养死了 那是你家的事 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这样子做 那么一定是怎样 主动的去给他抓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整体 就像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是一个整体 这是一模一样 这个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说我看到我孩子跌倒 我比他还痛 各位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很多的父母都点头 有 有这种感觉 可是你想想 今天拿针 扎在我身上 你们会不会痛 大概不会痛 这就是有区别 那这种区别 在中国文化里面 告诉我们 这种区别 要透过我们的成长 把这样的区别 要把它放淡 也就是说 我们跟父子的关系 这个关系 透过我们的学习 透过我们的成长 把父子关系的这一种爱 把它扩大 扩大去爱谁呢 扩大爱兄弟 先爱自己 自家的人 爱兄弟 那么是长大 他到了这个失婚年龄 他结了婚 再把这个念 这个父子间这种 这种无私的爱 扩大到配偶 爱这个 这个我们的配偶 在进入到社会工作的时候 再把这个 这个爱 再扩大 再去爱我们的员工 再去爱我们的 这个客户 那渐渐的呢 发觉这个 扩大扩大扩大 这个就是管理 这就是建立人与人之间 和谐关系的原点 那那个原点呢 在父子之间的孝道 在孝道里面 所以啊 如果大家呢 这个有机会啊 去这个 这个看我们中国的孝经 孝经是很短 它只有十八章 那么每一章都很短 大家去看孝经啊 就会有一个感受就是 孝经它 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都是在讲什么 讲管理 讲管理 那么 我们啊 就体会到说啊 管理的原点在 在父子 在那个孝道的 这个体会上 在父子这种 无私的这个爱当中啊 体会到管理的精髓 那这个是中国人 他累积五千年的智慧啊 给我们呈现出来的 这一个 这个 很关键的一个 结论 而这个结论啊 我们得到之后啊 发觉说 哎呀 跟现在的企业一对照啊 发觉 那这个 这个结论 太笑得太好 也正好是我们 现在的企业 很缺乏的 很缺乏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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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呢 我们就 再深入再去探讨 你看 我们扮演了领导 又扮演了父母的角色 再接下来呢 这个 这两个角色 还不够圆满 为什么呢 我们还是从父子之间啊 又体会到什么呢 你看 父子啊 他的一个关系啊 还存在有一种 教育 启发的一个关系 因为 这个 我是学这个 遗传工程的 就讲遗传嘛 讲遗传啊 那其实事实上呢 我们 这个自己做父母之后 我们发觉啊 这个遗传 讲的对不对呢 遗传讲的 没有错 可是他讲的 还是片段 除了这个身体 可以遗传之外 还有什么能遗传 态度能不能遗传 价值观 能不能遗传 都能遗传 也就是啊 我们看到 父母的价值观啊 直接 还传递给孩子 直接传递给孩子 父母的这一个 这一个人生观啊 也直接啊 影响了孩子 所以啊 我们说 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 他确实是 不夸张的 他是第一任老师 那么这任老师啊 对孩子的影响啊 特别关键 也就是说呢 这任老师啊 他的这一个 影响是终生的影响 终生的影响 那我们就了解到 那做父母 那叫战战兢兢啊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传递的语言 我们的想法 无时无刻 不再影响孩子 无时无刻哦 你说 什么时候不影响呢 什么时候都在影响 就是没有一刻是不再影响 我们的一句话在影响 我们的一个念头在影响 我们的做法想法 通通在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自己就怎么样 开始好像觉得 好像有点 这个好像我们当父母啊 好像都没有学过 怎么当父母 都是第一次啊 所以呢 就觉得 很不简单 非常的不容易啊 那么 因此啊 从家庭教育的地步啊 就看到了 从这里的这一个 这个 这个模式啊 就看到了企业管理的 一个缩影 一个缩影 这个 蔡老师在讲演的时候 常常会提到一个 一个例子 就是啊 你看这个 这个父母跟孩子啊 真的是没有侥幸 我们看看啊 有一个妈妈啊 她这个讲话啊 就跟这个 这个 这个讲电话 讲完之后呢 她把这个电话呢 这个 放下去 旁边这个孩子啊 就问这个妈妈 跟妈妈说呢 妈妈 刚刚这个电话 是爸爸打来的 这个妈妈就 心里啊 就这个 一震了 就说 孩子怎么知道 那这个妈妈 还好啊 她很有教育敏感度 她就想说 大概是我刚刚讲话 怎么样 那个口气啊 跟先生讲话的口气 还有跟客户讲话的口气 一不一样 不一样 哎呀 那各位朋友 那我们就了解到 你看 这个 这个差别从哪里来的 就我们跟客户 讲话的这个口气啊 还有跟先生讲话的口气 那个不一样的差别 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我们 对客户怎么样 哎 有利害关系嘛 跟先生呢 我们总觉得 跟这个人啊 我们哪有什么利害关系 这个 跟他可以随便一点 你看 这个 这个念头就不诚恳 他就不诚恳了 所以啊 我们在跟客户交流的过程当中 无形当中啊 我们那个 那个不诚恳的 那个马脚就会露出来 那这个不是管理 这个不是管理 这个会造成管理的障碍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 企业发展 它的障碍啊 都从这里埋下根源 埋下根源 那么 只要有条件啊 这个根啊 长出来的东西啊 就障碍了 一个企业的发展 那这个有 有企业经营 管理经验的 大概都能 都比较清楚 所以啊 这个妈妈 听到这个孩子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她有警觉了 她告诉自己啊 暗暗地告诉自己 怎么样 不能再对先生 有这种口吻 为什么 因为孩子都在学 孩子在学 她在学呢 学什么 学啊 看脸色啊 她看到这个 有利可图的 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就虚位 看到无利可图的时候呢 她的本性就露出 所以啊 这个妈妈就觉得 不能再传递 这样的念头 给孩子了 所以呢 这个 现在的电话 都有那个来电显示 哎呀 先生又打电话来了 这一次啊 她呢 先这个 轻轻嗓的 然后震惊 这个围坐一下 然后把电话拿起来 说 喂 请问您找谁 她先生说 对不起 我打错了 为什么 这叫受宠若惊啊 从来没有这种感受 哎呀 觉得这一个 这个这个 可能是 打错了吧 但是 就没错啊 还是那个电话 结果她就鼓起勇气 再打一次啊 结果这个太太 一接上来的时候呢 先生就说 真的是你吗 我没有听错吗 什么意思 这个 这个 在先生的这个 内心当中 她总觉得这个 我这个苦日子 要过完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其实啊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它不是局限的 它不是局限 不是说我今天扮演父亲 那我就是一个 单独父亲的角色 不是的 我到了企业里面 我可能是人家的什么 老板啊 我也可能是人家的下属啊 你看 一个人他的关系都怎么样 他是多重的 那在家里呢 我也是人家的孩子啊 他也扮演孩子的角色 他也扮演 那个先生的角色 也扮演太太的角色 你看 他的角色扮演啊 是 不是单一的 可是我们现在往往把自己局限了 局限了 怎么说呢 以前我们有朋友啊 在企业里面工作嘛 那么有这个老板啊 那么这个老板啊 跟他们这个很熟悉啊 我们一起吃饭啊 过程当中啊 聊事业啊 聊家庭啊 这个大概一般的人都会聊到 结果啊 有一个老板啊 就很感慨的 就跟我讲了 他说呢 他说啊 你不知道啊 他说我很苦恼 他说苦恼什么呢 他说我啊 可以把我 这个厂里面啊 他有一千多个员工啊 他说我可以把我一千多个员工啊 管得服服帖帖的 但是啊 我就拿我那个孩子没办法 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 他说他可以把他的企业里面 几千号的人啊 都管得服服帖帖的 可是他一回去 就被他的儿子给管住了 请问啊 他有没有真的把一千个人管得服服帖帖的 其实没有啦 其实让他看到那个服服帖帖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表象 那个就像地址规里面讲的 是福人 心不然 心不然 因为啊 我们了解到 你看 他对他的孩子的 这一个关系啊 是对立的 可见得他一定拿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来经营他的什么 企业 这是不能侥幸的哦 不能说 我的家庭关系 跟企业关系 那里有两回事 他不是两回事 他其实是一回事 一回事 因为啊 那个都是我们管理的什么 惯性 管理的惯性 所以啊 有这个老板啊 这个老板当酒了 他回到家里啊 太太说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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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礼拜 买什么菜啊 都要先拿给先生 怎么样 要批啊 批完了之后呢 太太才能去买 这个 我们看看 这个惯性啊 你看 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那我们就想 想到这个 事实上 这个人的关系 我们啊 他不是两张皮 不是两张皮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 真的有一种感受啊 就是啊 我们这个腰啊 都带 都这个 挂了很多的面具 很多的面具 回到家呢 就把爸爸的面具 带起来 那么到了企业呢 就把老板的面具 带起来 那见了客户呢 大陆就讲啊 我们见了客户啊 他说我们在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家里啊 我们是 这个 爸爸 他们叫老子 老子 可是见了客户 我们就变孙子了 都是要把孙子的面具 戴起来 那你看 痛不痛苦 很痛苦啊 他痛苦的不得了 为什么 还是角色扮演 怎么样 出了问题 那这个局限是来自于谁 别人吗 不是 来自于自己 都是自己啊 把那个角色扮演的 这个局限啊 给锁死了 所以啊 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 我们就了解到啊 我们不能在 片面的去经营我们的家庭 片面的在经营我们的企业 不然啊 我们很有可能啊 两头都落空 因为角色扮演呢 不及格 不及格 所以呢 两头都落空 大家冷静的来 看看这个社会啊 有没有看到这些现象 好像 很多的企业家 因为这个 刚从南京回来啊 这个有一个企业家 他是深圳过去的 他就讲到 他说现在啊 深圳的企业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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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那边的企业啊 因为他 他都依靠出口 他说啊 他们这些老板啊 百分之九十啊 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没有出路 没有办法出路 那我们来仔细的来观察呢 那大概也都是角色扮演出了问题 所以啊 孔老父子在这个 这个 论语里面 为正篇啊 他就讲到 一个经句 这个经文啊 他很有启发性 他讲 导致以正 旗子以行 明冕而无耻 下一句啊 叫道子以德 旗子以礼 由此且格 这句话啊 我们冷静的来看待啊 他讲的就是管理 他把管理啊 讲 讲得非常的透彻 也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遇到的任何管理的问题啊 大概都能从这句话当中啊 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 那么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道子以正 旗子以行 这一句话呢 那个正啊 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企业 要成立企业啊 要企业的这个组织框架 要有企业的这个管理办法 要有企业的组织架构 要有执掌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各种制度啊 都要有管理制度 管理框架 就是这个正 就是讲制度 那旗子以行啊 这个行是什么呢 赏罚 那这个做企业的人最清楚 要有赏罚 这个赏啊 要怎么定 罚呢 又要怎么定 怎么定罚则 大概啊 一般人做企业啊 大概 这个 这个 不能缺乏这个 都要有组织框架 都要赏罚制度 都要有 对不对呢 没有错 但是啊 我们用这个 现在这个就话来讲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政治手段 这叫政治手段 这叫政治手段 而孔老父子 这句话告诉我们啊 只有政治手段啊 管理啊 不圆满 不圆满 那不圆满的 这个结果是哪里呢 就是明冕而无耻 这就是不圆满 那么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呢 其实啊 我们现在啊 很冷静的到我们的企业里面 去观察 就观察了 观察到了这一个画面 就是啊 我们企业不是说没有 组织架构哦 也不是说没有定赏罚哦 可是啊 一般的员工啊 怎么来看待这些赏罚 怎么来看待这些组织架构 他是怎么来看待的 我们现在讲啊 我们现在讲啊 叫做 上有政策 哎呦 大家怎么都知道 好 很熟悉哦 那为什么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呢 因为他没有羞耻心 也就是啊 我们看到 法治对人啊 有没有真正的约束 其实啊 并没有真正的约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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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